这是昨天刚刚上映的《硬核动作》美剧 剧情不仅好看到爆 故事情节更是十分紧凑 显言少叙话不多说 美剧特别行动正式开讲 故事一开始 女特工被抓为囚犯 男人拿着高压水枪 对着她开始用力冲刷 很快女人的头套被冲落下来 马努被折磨了一夜 再次醒来发现牢房里 突然闯入几个标形大汉 马努奋起反抗 尽管她身手不错 可眼下根本发挥不出一点实力 很快就被他们制服 一人将马努死死压住 趁机绑住马努的双手 让她彻底没有反抗之力 他们询问马努的性命 换来的却是马努的咒骂 对方见马努不配合 直接用毛巾堵住她的嘴 随即直接浇上凉水 强烈的窒息感让马努如同置身海底 当他们松开马努的时候 她的鼻腔里全是鲜血 对方原本以为马努这下会老实 不想马努趁气不备 一脚踹飞一人 然后夹住另外一人用力一旋 那人瞬间就摔倒在地 可实在架不住对方人多 男人一拳直接将马努打晕 过了几天之后 马努被人带上头套 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而她绝对想不到 一直折磨她的人竟然是丽莎 原来为了确保任务顺利进行 他们不得不确保马努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背叛 而马努的表现完美超过丽莎的预期 可唯一让丽莎不满意的是 她希望马努在身份暴露后 能够仅凭自己的力量逃出去 可遗憾的是马努并未能做到 得知真相的马努怒不可遏 丽莎却随即解释 她希望她的特工都能顺利回家 而不是等行动结束后 给特工的家人们写信 哄骗他们的女儿死于秘密训练 随后第二轮测试展开 一个光头大汉举着电叉 在马努面前不断晃悠 在给足心理压力之后 开始对马努进行审讯 马努一直低着头闭口不言 光头失去耐心走到马努身后 不过却并未用电叉 而是割断她手上的绳子 马努第一时间奋起反抗 可一连被折磨好几天 马努又怎么会是光头的对手 很快就被光头直接砸在地上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让马努开始崩溃 可外面监管的特工 仿佛对其视而不见 科迪于心不仁想让丽莎终止测试 但遭到丽莎否决 科迪听着话筒里传来 撕心裂肺的喊叫声终于无法忍受 直接用呼叫机终止测试 可当光头起身的瞬间 马努情绪失控冲上前 对着他猛烈输出 幸好被另一名军官及时拉开 这才让他逐渐冷静下来 看着这个结果 丽莎很不满意 毕竟马努即将执行的任务 堪称自杀 他必须要知道马努的极限 这样才能让他多一丝活下去的机会 但不管怎么说 马努始终算是通过丽莎的考验 小队成员也带着他出去散心 结果酒吧里不慎爆发冲突 早就憋了一肚子火的马努 险些将对方直接打死 幸好有队员阻拦这才没酿成大火 几天后的马努接到索拉邀请 参加一个泳衣派对 至此母师行动正式展开